最近要出國的朋友要注意 從15號開始 國際上的燃油副加費 第一度最早要蓋5元米金 東東要蓋13元米金 當時中油也算佈 家庭的天然氣 每日香港車要蓋四個月 湯針的這個加速湯是沒有蓋過 四月一直是民眾到日本看演會的大月 但是今年受到日本的地方影響 日本剛有市場減少到八聲 現在各團市 航空燃油副加費為何要蓋過 流行業者感到業者低減會受影響 航空公司最大成本之一就是在這個油料 那油料漲價的話 對燃油副加費調漲是有一定的影響 國人出國旅遊的意願 會不會有 我想多少會有一些 民航空協定中華中營 這五件本國航空 十五開始要蓋電油副加費 在天每一段是蓋5美金 對25元蓋到30美金 我們都是每一段蓋13美金 對65元蓋到70美美金 在條件以後 在天航空包括日本 韓國 東南亞和大陸 翁衛就要蓋300元 我們天航空像米加和澳洲 翁衛就要蓋760元 氣候也是票價 都是創下2008年以來的新冠 有關於航空燃油的價格 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大概是100美金的塊美元一噸 那麼隨著原油價格的節節高漲 現在大概已經到了131-132美元一噸 所以它確實漲了大概28%左右 因為那些油價消息一直蓋 中油為了宣布四個月開始 家用天然氣每日豐公車買去0.46元 因為一貨平均每一個月 用了30日豐公車來計算 一個月就要計63元元 湯總的家屬是不買去 中油表示 夜化酒油氣每一公斤已經吸收6.1元 但是對面上來說 各方面所有的用品都要蓋 並且實在也很大 在這裡有如劉漢林台北報導 還有